登記造勢場面浩大 在多位黨政大佬的陪同下 楊文科正式登記參選新竹縣長 並提出十大證件 他強調候選人當中 只有他有行政經驗 更掛保證 提出的證件內容 一定會說到做到 我們要拼經濟 好的教育 以及我們的享福利 我們在這樣一個主軸之下 我訂了剛才的十個目標 簡單講要讓青年人有未來 從科技界回到家鄉 楊文科說這讓他更珍惜機會 著重拼經濟文教以及福利措施 誓言要再創新竹縣的聚落榮景 根據TVBS最新民調顯示 年底新竹縣長選舉 民國黨徐欣穎的支持度 依舊維持領先 楊文科緊追在後 民進黨政朝方則墊底 並持續攀升 隨著登記後選戰氣氛加溫 未來是否會發展成三強鼎立 還有待觀察 藉由何孟謙新竹報導